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 我非常喜乐 因为很多弟兄告诉我 上一次的信息 对他们很有供应和开启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一连串 这十几篇到二十篇的信息 主要是为了应付这个特殊的情形 我们没有办法有整体的聚会 都是在个人的家里 这样看短短的三十分钟 得着一些强的生命的供应 也能有一些更高的树林的看见 对我们的一生会是非常有福的 我们希望这个信息三到四个月 可以把它讲完 如果祝联名 那么那个时候整个的疫情应该也好了 我们又可以恢复健康的教会的生活的聚会 为了这一个 我们仰望神在我们身上丰富的怜悯 这十几篇这个主题 是在意象和启示里成长 上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说到什么叫做意象 什么叫做启示 意象是一个看见 启示是看见这个图画里一个一个点 所给我们的开启 给我们的得着 如果这个意象和启示 就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事 早期的意象 都是从神的怜悯离来的 我们要向着这个意象的忠心 忠诚 就会带我们到一个更高的意象里去 所以我们才说 你需要有灵 你的灵需要刚强 灵越刚强 越能与你所得的意象配合 你的生活 你的存在 你的劳苦 你在神面前情形 都能和你所得着的意象般配 这样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会持续不断 你就会不断地在神的怜悯力 提升 一步一步地提升 这是一个何等蒙恩的事 那今天早晨呢 我们就要接下来看 这第一个圣经中第一个意象 是说到主耶稣的降生 是在马太福音 而且是第一章 而且是圣经的开始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第一个意象 那但是和它同时 几乎同时 同时有四个意象 这四个意象 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是神对 撒加利亚显现 第二个呢 是神借助天使加伯列 对玛利亚说话 第三个呢 是神借助天使们 对一群牧羊人说话 最后一个 那是美妙到极点的 就是说有几个智者 或者中文把它翻作博士 事实上就是wise men 有几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们呢 根据他们所看见的 这个神迹也好 意象也好 就是一颗心 然后呢 就来寻找主耶稣 这从外面看啊 这是个很简单的故事 但是我把这四个连起来 你来看整个神救恩的图画 主耶稣要说 我这个时代啊 要改变了 要从旧月立法的时代 带进到新月生命的时代 从要求的时代 转变成供应救赎救恩的时代 所以啊 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转变里 神要做许多的事 神所做的许多的事啊 都总结在 这四个意象的里面 第一个是 撒加利啊 是犹太人的祭司 第二个是玛利啊 一个单纯的童女 以色列的童女 第三个是牧养人 是一般平凡的 却是为主啊 这个羊群 愿牺牲自己喜乐安逸的人 这一般人呢 是平淡的 平凡的 平常的 不为人所注目的 却是神所看见的 因为他们是忠诚的 末了是几个智者 这些有智慧的人 是外邦人 从遥远的地方 经过也许一年多的时间 终于找到了主耶稣 根据什么 就是一颗心 从外面看 这是一个故事 有一些很有智慧的人 看见了一颗心 这个心是特殊的 有些解经家 也把这个智者 翻译成星象家 事实上就是智者 很有智慧的一般人 看见了天上的心 根据这个心来找主耶稣 而且呢 找到了 然后就把黄金 乳香 墨药 献给主耶稣 从外面看 这是一个故事 就真实来说 这是表明 神从撒加利亚那里 离弃了俱乐的时代 借着玛利亚 要产生了 新约时代的真实 借着牧羊人 神要说 无论在哪个时代 新约的时代 我都要得着 一些非常单纯 爱主 要主的人 末了呢 神就说 你以为我的救恩 就是为主 以色列人吗 不 我的救恩 是为主权地的 所以遥远的地方 是以色列人 想也没有想到的地方 却是神 看见的地方 在那里 神得出了一些智慧的人 他们 就走一个 长的路途 应该有一年 一年半 甚至很可能 将近两年 终于找到了主耶稣 根据什么 一颗心 这个心的事 我们要几篇信息以后 慢慢来讲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 从以色列人 那个律法时期 神转出来了 转到生命 就是玛利亚 生了耶稣基督 这里告诉他 他就是神的儿子 不仅这样 这一位 神的儿子 是万民的救助 不仅这样 也成为万国的拯救 所以这个福音 不再仅仅是为着 以色列人的 福音 乃是为着 整个的人类的 你有没有注意 这幅图画的奇妙 有撒加利亚 有玛利亚 有牧养人 也有几位 这个智慧的人 这些人 合起来 你有没有注意 他有旧约 他有神的选民 他有忠诚的 愿意服侍的 还有呢 权地中 愿意寻求主的 就把这些人呢 放在一起 摆在简简单单的 四个异象的里面 我们不能不敬畏神啊 神是奇妙的神 现在我们要来看啊 这一篇的信息 第二篇 这个标题呢 是时代的转移 生命自主的开路者 时代要转了 从旧约的时代 要转到新约时代了 旧约时代要被terminate 要结束了 新约的时代 要come into being 怎么来 实话呢 他需要一个开路的人 贤解的人 又是在旧约的时代里 又是待见新约时代的 这个人呢 就是约翰 为了弟兄们 清楚 我先说一下啊 你看这个纲要 神经约中的经营啊 它是有七个时代 这七个时代的总和 是神的经约 在这七个时代中 一步一步 一点一点 神的带领 神的工作 神的作为 就是神的经营 神的经约 就是神经营的总和 在神经约中的经营呢 有七个时期 第一个无罪 第二个良心 第三个人质 第四个应许 终结于啊 律法的时期 这就是旧约了 从上世纪 一直到 马那戏 有四千年的时间 这四千年的时间里 神做了许多的事 从亚当的无罪 一直到末了 以色列人 被神特别的拣选 神也向摩西说话 赐给了摩西 律法了 会墓了 祭司的体系了 祭物的丰富了 和 这个完全教人 可以享受的节气 但是这一切啊 神要说 这还是旧约的 这不够 所以啊 我还要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我自己要成为律法 我自己要成为会墓 我自己要成为祭司 我自己要成为祭物 我自己要成为节气 所以我们的救助来了 带进了一个真实 这个过程呢 是借着一个开路的人 叫做约翰 这里说 新约的时候呢 就是生命的约啊 恩典的时代 祝来的时候呢 就是国度的时代 也可以说公义的时代 那结束在哪里呢 旧约结束在律法时代 新约结束在啊 新耶路撒冷 旧约结束在 你说不能这样 去死 新约结束在 必死的人 该死的人 要死的人 不可能活的人 确定了 确定着神的怜悯 说我们要啊 不仅有永远的生命 而且有生命的构成 成为新耶路撒冷 神的见证 这两个时代啊 旧约律法的时代 和新约中生命的供应 新约的时代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啊 他说律法呀 是根据神自己的所事 而产生的要求 神是圣的 神是义的 神就是爱 神就是光 神要说啊 你是不是圣的 你是不是义的 你是不是有爱的 你是不是有光的 我要根据我的所事 我来要求你 你是人吗 你知不知道 我造你的时候 是根据我的形象 里面的 也根据我的样式 外面的 我现在问你 你 我造你的时候 所要得着的那一个 是你吗 今天神也会问我们 同样的问题 是你吗 你到底是这样一个人 你是一个有神的吗 你是一个活神的吗 还是一个 你只是盼望 主啊 我愿意 好 变得更好 如果你是这样 你要注意啊 你就不知不觉啊 回到律法的时代了 律法说 我是光 我要求你是光 我是义 我要求你是义 我是圣的 我要求你是圣的 我是满了爱的 我要求你也活出爱来 这一切啊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要求的结果呢 就是叫我们呢 得罪了审判 我们就要说 主啊 我不配 我不够 我是有罪的人 我是得罪你的人 我只能够啊 到阴间去 到黑暗去 但是心悦不一样 心悦是神在他的救赎 和救恩里 那全备的供应 救赎 是迁移我们的地位 我们原来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的 现在呢 主为我们处理个代价 就就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要求了 但是并不表示没有律法 因为律法今天就活到我们这里面了 不仅这样呢 也给我们救恩 这个救恩是生命的救恩 这个就希伯来描述啊 是这么大的救恩 弟兄我再重复一笔啊 这么大的救恩 记不记得西班牙那里说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只能陶醉呢 你用你的手张开看 这么大 到底多大 这么大 还可以更大 这么大 还可以更大 这么大 你要说这么大的救恩 哇 那就说啊 在你整个的人 整个人的所思 每一个点 每一个面 每一个片 每一个布 每一个种的活出 都需要神的拯救 神 他要在他的救赎和救恩里 而我们呢 的确也是 这样借助他生命的供应 而经历了这个拯救 我们应做拯救 不被定罪 这是救赎 我们应做 信 主耶稣 就脱离了律法的 咒诅 这是救赎 今天不仅这样 我们还可以活着 活出基督来 这是救恩 这些啊 叫神和人 都满足 弟兄你信主多久了 我也告诉你 我信主六十多年 最叫我喜乐的 就是我这一生啊 很满足 我爱主这六十多年 主没有亏欠我 我经过很多 很多我不喜欢的 叫我受搅扰的 叫我受挫折的 叫我受打击的 但是到末了 一切都会成为绝对的干脸的 弟兄你知不知道啊 我满足 我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我常常会告诉主 主啊 谢谢你 给我这么好的一生 谢谢你 叫我这一生这么有价值 你知道神怎么回应吗 神的回应是 不 不光是你满足 我也满足 你满足 我也满足 这不是人的观念 人的观念是我 神的观念是你我 人的观念是 我要得什么 神的观念是 你我共同得什么 我们人要说 我愿意快乐 神说不 我愿意你我一同快乐 我们人要说 我愿意活得好 神说不 我愿意你我一同活得好 哇 这个新月时代啊 这个供应的时代 带起了神和人 共同的满足 那这新月和旧月 有什么不同呢 前者就是旧月 是外面的神 这个新月呢 是内住的主 有没有神 有神 知不知道神 知道神 愿不愿意敬拜神 要敬拜神 愿不愿意得出神 想要得出神 但是神 但是神是外面的 无论你多好 无论你多几钱 无论你多愿意 受付神 神对你来说 对旧月的人来说 还是外面的 今天我们呢 就要说了 主啊 我不是要求多好 而且你能把我 供应到无限好 你会把我供应到一个地步 祝福我到一个地步 叫我在生命中 有享受 有得主 叫我因着你 有说不出来的喜乐 这个时候我要说 主啊 不再是外面的神 我有里面的主 我里面的主 住在我的里面 也就是啊 神一切丰富的琐事 都住在我里面 要从我里面活出来 不仅是这样啊 人的努力 要成为神的供应 旧月的时候 我愿意 我要做 我要干 心愿呢 不 神啊 你供应我 因为你供应我 叫我有利 因为你供应我 叫我看见 因为你供应我 叫我行走 因为你供应我 叫我知道 跟随 你的价值 不仅这样 前面是 旧人的改良 后面是新人的变化 你知不知道 好多的基督徒 还是住在旧月里 我愿意 我愿意我不再发脾气 我愿意我可以 叫我的父母开心 我愿意我可以 叫我的丈夫和妻子满足 我愿意啊 活出一个生活 叫人称赞我 这些都是啊 人的改良 人的努力 下面就说了啊 这不是我的努力 我想变好吗 不可能 我想得胜吗 不可能 我想圣洁吗 不可能 我想努力 叫神欢喜吗 不可能 但是啊 不是努力 却是供应 我现在问你 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 孩子怎么长的 不是他努力就长高了 不是他努力 就能讨父母的欢喜了 他是住在供应里面的 父母 不仅叫他有意识 不仅叫他满足 不仅叫他在爱里得着呵护 而且啊 父母不断的 用整个的环境 整个的生态 加上父母所有的一切 成为他一个供应的源头 叫他越来越长 越来越壮 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能更认识人生的事 越来越知道他是谁 越来越知道他的价值 而你给父母最大的祝福 不是做了多少好事 虽然有的时候 这个也是有价值的 而是他能够因着享受 父母的呵护 父母的保护 父母的供应 父母的喂养 父母所给他一些生态中的安详 叫他不断的长 他越长不仅个头长 心理也长 不仅个头长 魂也长 这个人也长 这个成长啊 就成为在父母供应里 一个健康自然的结果 我们有哪一个不是这样长大的呢 都是供应出来的 不仅这样啊 前者呢 是救人的改良 什么是救人呢 我不好 我改吧 叫不要再发脾气了吧 叫不要再做坏事了吧 叫不要再赌吧 叫不要再喝酒吧 叫不要再什么吧 这都是改良 后者呢 他是新人的变化 你懂改良和变化不同吗 改良是叫不要再这之道 变化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为什么 不知不觉 我竟然不做这个 我原来是很有脾气的 假如我很有脾气的 我就主啊 你救我 叫我有见证 叫不要叫人难过 叫我成一个善良的人 叫我没有脾气 主啊 救我 不要发脾气 你知道吗 那就变得很可笑了 因为不要发脾气 就成为你的压力 叫你的脾气 变得更大 更厉害 什么人不发脾气呢 是我有主 享受主 活在生命里 活在基督里 诶 莫名其妙你感觉 奇怪啊 这两个月 我的生活 怎么这么安详啊 你千万不要想 我没有脾气了 你想脾气又来了 你就住在呀 这个神在你身上的 叫你的变化里 我变化了 我是个粗糙的人 我变化了 我是个粗暴的人 我变化了 我是个贪婪的人 我变化了 我是个有业心的人 我变化了 我是个要做许多事的人 我变化了 不仅这样 前者是人所盼望的完美 后者是神质疑的构成 这句话太好了 你懂不懂啊 在旧约的原则里 我希望我能怎样 圣罪有的地方 也可以说 我做到了 你看我每天读经啊 你看我每周传品啊 你看我常常祷告啊 你看我有一个金钱的生活 这个好不好 我也不能说它不好 但是我要说 能多久呢 能执行多久呢 能活这样的生活多久呢 能一直这样 有这样的环境吗 有这样的生态吗 有这样的心愿吗 有这样的可能的活出吗 但是后者 心愿却说 不是你的完美 是我在你身上的构成 一个爱住的人 有住的人 活在心愿时代的人 他能懂 不是我得出了多少的完美 所以是我呀 不知道为什么 越来越想住 越来越想住 也许我吃饭还是快的 也许我走路还是快的 也许我走路还是慢的 也许我吃饭还是慢的 从外面看啊 好像没有太多的不同 但是我里面知道 我变了 我的雄心变了 我的爱好变了 我存在的价值变了 我与神的关系更好了 我与神更亲密了 这一种啊 就是神质疑里的磨成 一个被神磨成 神儿子模样 这个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会觉得 主啊好像很多事不一定 那么合我们的意义 甚至于铺路我们 就我们觉得更难 但是末了我们要说 主啊我们敬拜您啊 我们越来越想住 正像那一首诗歌 哦我要想你 不是不仅这样 而是哦我能想你 哦我就是想你 可爱的救主啊 我就是想你 你多健康 我多健康 你多忍耐 我多忍耐 你多谦和 我多谦和 你多怜与神 我也越来啊 越怜与神 这个不是啊 盼望中的完美 是神质疑的磨成 前面啊 前者在旧业里啊 一切都是做出来的 行出来的 后者在新月的时代呢 一切都是活出来的 我问你 你为什么爱主 活出来的 你为什么想聚会 活出来的 你为什么见了 弟兄姊妹喜乐 活出来的 你为什么喜欢圣经 活出来的 你为什么常常常 是个活出来的 你为什么看见一个灵魂 你盼望他就活出来的 你为什么常常告诉主 主啊我爱你 活出来的 这是何等甜美啊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 我们要从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呢 外面的神 人的努力 人的改良 人要的完美 做出来的事 变成一般呢 能够得作新月真实的人 你有没有看见啊 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大的切割 神就说了 凡事出于人的 我不要 凡事出于我的 都是借助救赎和救恩来的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 主啊我愿意啊 成为一个活在新月真实里的人 因为这个 这个时代的这样的转变 神就给我们一幅图画 这个图画里有 有撒加利亚 有玛利亚 有牧羊人 还有智者们 有完全宗教的 有向着神 注视的 这时候呢 有全地 都要有寻求神的 都要得到神的救恩 我们感谢主啊 主真是怜悯我们的主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也因为这样的认识 我们要告诉主 主啊 求你叫我 不再活在自己的挣扎 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盼望 自己的要求 自己的改良 自己的对付力 而是活在 主啊 我要紧紧地与你示意 这个认识 在圣经里 就有一个开路者 他就是约翰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只能讲这么多 对不起 我们要到下一周 再来讲约翰 谢谢大家 主祝福我们 把每秒和时机 散意神经我离 连接在我灵里 成我灵里是意 我愿是愿你一生 我定去空四季 请得住神圣灵 使我复苏重灵 祂是颖助我力和荣耀 而灵能连接成一地 而灵里 而灵尽挑合成一地 神与人和兵的圣人 和风风和重灵 神自己终我意 成长在我灵里 成长在我灵里 神我挑合为一 我愿在世界中 吹构树的梦幻 却能消失 却能消失 丰富 满得神圣经历 祂是颖助我力和荣耀 而灵能连接成一灵 而灵尽挑合成一地 神与人和兵的圣人 我身上和荣耀 神自己活过力 尽头我全人力 神我合并为一 我愿是你自己 挣扎奋斗努力 静活着世纪中 我出生的知己 祂是领主我力和荣耀 而灵能连接成一灵 而灵尽挑合成一灵 神与人和兵的圣人 我出天和阿弥 神剑照在我灵 构成我全人力 神我互助为一 我愿是我至今 满心有神的雨 金�Lu醉 神赡资罪走在神里 神人而信養益 祂是领主我力和荣耀 儿明能连结成一名 儿明请挑合成一名 生与人和命定胜人 他是一种获利和荣耀 儿明能连结成一名 儿明请挑合成一名 生命连和命定胜人